中国文化太美 是的,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我们请你老师讲到了很多生命和身体 宇宙之间的关系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士 以至于常常让我们感觉到 一种精神飙车的快感 以及之后的虚脱感 很想跟我们充分的分享 所以今天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在这个一周里面 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升级版的话题 首先呢,还是要特别感谢 您是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是你好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您是美国汉唐中学院长 加州中亚大学博士班指导教授 那在此之前呢 我们主要讲了一些很普遍的一些问题 包括药啊,医啊等等问题 其实这就引发了一个很多的人的一个提问 我真的很想 假如我真的很想学医 但您在美国怎么学会比较好 如果激发了他的愿望之后 最后就说,哦,你又去台湾了 你去美国了 那怎么办呢 好,对,这个 就是肯定是自然而然生发起来的一个想法 对,这个有一部分呢 我希望给 已经在中医学院读的这些中医药大学的学生 对,还有些有社会上的人士 喜欢中医药的这个研究中医药的人士呢 已经有基础的人 已经有基础的人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实际上在中国大陆我相信 有非常多的警方家 对 那我实际上我只是个小中医 还从美国来一个小中医 那中国大陆的很多的民间的医生呢 或者是在甚至在中医药大学的 比如说以我所知的 你们的刘立宏,刘教授 黄西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的这个孔乐凯 还有这个赵本山 赵本山 还有 就是那个演员吗 不是,不是 那个是医生 还有一个这个 比如南京中医药学院的黄黄教授 都是清方 那实际上 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个学校的教授 也是属于研究这个清方的 那我们中医呢 这个有五部经典 这个在我在过去 在我出版的《人记》 我们讲的就是五部五大经典 在诸位呢 在有空的时候 必须要经验 常常要阅读这五大经典 这五大经典 就是我人记里面的 第一个呢 是针灸 那第二个呢 这个是神龙奔草经 是草药 草药 中药那个 第三个呢 是皇帝内经 第四个是商寒 第五个是金贵 这五大经典 你一定要熟读 这个中国大会很多 包括大学啊 都有开这种课 这个如果说 将来说 我们需要说这个中药 这个如果出各中药大学 他能够多开这些课 而把西医的部分 医学的部分 就比如生理病理学啊 解剖学 这些东西减少 增加黄金内经的量 可以读得很深 每一个竹章 按照每一个竹字 来研磨这个黄金内经 研究这个黄金内经 到底什么意思 及时广义的之下 我相信 中国大陆的人才非常的多 那聪明才是在我之上的人 绝对是上万 我真的是一个很平淡的人 但是呢 我后今年能够看得好很多病 我认为我是走对路 走对路的原因 就是我去经验的这五大经典 而这才是我个人去经验 那如果是一个群体去经验 那不得了了 就会众志成真 三个臭皮将是底部 一个诸葛亮 所以我绝对没有大大型 所以你们除了课余 上课的时候 上讲的这个五大经典 课余的时候 大家同学讨论 也在这个经典里面讨论 这个集市广义的之下 绝对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任何再难读的书 我相信都能够迎刃而解 更何况你们在国内 有非常多的一些教授 就像我刚刚讲的 都是可以做大家的典范的 都可以好好去研究 这个上汉五大经典 那如果所有的中医 大家都专门研究这些 这个经典 而且以这个为主 因为你如果要看得懂 上汉经贵的话 你如果皇帝内经 神龙不老经 你不懂不了解的话 你是看不懂上汉经贵 当初这个上汉经贵 之所以张仲锦可以把它调变 整理的非常详细 就是因为张仲锦是汉朝的时候 大家想想看 汉朝的时候 有没有本草康姆 没有 本草康姆明明是明朝的 明朝里是真的 所以张仲锦 他刚刚是看到的 就是皇帝内经跟神龙本草经 所以诸位呢 如果你要懂上汉 懂经贵 你必须要回头去看 皇帝内经跟神龙本草经 在这个条件之下的话 你等于是 你如果读通了 起步你就是张仲锦 然后张仲锦过去做不到了 比如说经贵里面说到 因食则食 张仲锦做不到 但是你现在可以做到 因为你有很多的 新学的辅助 有很多同学 大家在一起及时广义 绝对找不到 比张仲锦明聪明的 对你刚刚提到这五部宗简 分别是 甄旧 神龙本草 神龙本草 黄金 商涵 金贵 对吧 那从顺序上来说 这五部书都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叫人际的 一个系列讲座的一部分 对不对 据说有两百多个小时 总共加起两百多个小时的课程 那么 这五个书它有没有顺序呢 有 入手的时候很重要 对 入手也很大入手 就好像我们走第一步的时候是最重要 是卖左脚是卖右脚的 卖右脚 最后不下车的时候很重要 对对对 人受伤痛是 车子开出去旅行 中国道路一周 汇出车 汇出快到家了才出车祸 所以第一步很重要 那当然应该我给大家这个建议 从针灸入手 为什么呢 因为针灸呢 不是 针灸针 因为针灸是一个荣誉学 好的东西 然后所有针灸的理论 就是按照难经里面来的 提到最多就是难经 所以整部的难经根本就是针灸 所以你如果读现代的针灸 不行 现代的针灸的话 它显然是现代的病理学 设理学 都按照西医的名字来 比如说你魏魁阳砸什么穴道 什么脊髓 什么盐 什么砸什么穴道 这都不对 你要按照古代的 真的要去研读难经 从难经里面的 再去看针灸 看针灸大臣 很多的 比如说针灸巨婴 针灸甲乙经 这种东西 都是很好的古书上面的针灸 然后在针灸很强了以后 因为针灸的含额来的范围 我十二经络 同时五脏的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杆子青色的 杆子东方 什么南方是火 祖赤色 这针灸里面都讲得很详细 那这个我们常常讲 十二经和这个奇经八脉 对 这中间什么关系 十二经络本身是直接 跟到丈夫有关系 所以比如说我们有 竹缺因甘经 竹少阳胆经 竹太阳膀胱经 竹少阳圣经 那丈夫之间有表理关系 比如说圣汉膀胱是表理 竹太阳膀胱经 竹少阳圣经是表理 一个是阴一个是阳 那有两 有经络在那边 所以藏汉腑 这两个表理的时候 有两条经络 一阴一阳 互相在那边扶持 互相深刻 互相扶持 产生阴阳的平衡的状态之下 这是我们十二经络 我们必须要懂 同时经络的走向 很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辨证 还有穴道的处底 我们了解穴道 四地 顺序 还有穴道的 你在穴道上面的压痛点 可以帮助我们协助我们诊断 并出自哪个地方 所以十二经络很熟的话 那你本身就是能够 非常了解 人体的内脏的互动的关系 那你还没有读黄帝经的时候 你已经有基础的观念 再讲 你刚刚提到的奇经八脉 奇经八脉 我们有冲脉 代脉 任脉 都脉 阳为阴为 阳桥阴桥 这是何为奇经八脉 那十二经络 就好像 这个竹竿插在地上 有十二根 可是这十二根插 你插成一个圆形的话 你鸡还是没有用 那个竹竿会倒 所以旁边一定要有个 那个圈圈 不管这个圈圈是用竹子 把它框起来 或者用铁丝框起来 这个竹子一定要有 我们有所有围起来 围离围起来 这样的话才成为一个网 然后才把它积养到里面 那就要靠周围这些东西 才有办法把十二经固定到 所以奇经八脉是因为这样的 对 所以就必须要有这个奇经八脉 才有跟十二经来的混合 我们人才能成为一个整体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心泰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泰美 刚才呢 这个迷思呢 跟我们讲到说 如果你要学一的话 从哪五部经典开始 第一部他讲的是 现在从难经学针灸开始 第二部学什么 学本草经 本草 对 你在学神龙本草经的时候 除了神龙本草经里面的注解 你要懂以外 看古书最好 不要看现代人写的那个 那个本草纲目 要点的一样 那个剂都没有用 你如果装剂要点的话 比如说本草纲目 里面有一百多位要提到 可以治疗咳嗽 那这个比如说 这个琵琶叶 你可以治疗咳嗽 旁踏踏踏海 你可以治疗咳嗽 什么很多治疗咳嗽 那必须来一个咳嗽 你把所有的咳嗽的药 什么连翘银花 什么通通放在一起 哇 七八十个药 你这个乱枪打鸟 好 总能打到 对 你因为总能打到 实际上打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一个咳嗽的成因 它可能有寒热的问题 好 那你要把寒热去换 有表里的问题 好 你一定要有时候要截表 有的时候要公理 那你不能说 那个咳嗽 就是这个可以止咳化碳 你就通通通通通就开进去 好 你没有寒热表里的观念 好 我们有寒咳 我们用的厨房 跟热咳用的厨房不一样 并在表造成里面的咳嗽 并在里造成的咳嗽 厨房也不一样 对 好 那没有这个观念的话 你如何选取药物 所以你先不要去读商量金贵 先不要读黄金贵 先看神龙奔草经 看到药性怎么写 你要深深的体会到 药的本性 提到药性 它会怎么描述呢 要描述的话 比如说他讲了很简单 比如说这个药是性寒的 药是寒性的 药是苦味的 好 药是什么的 那你要记得 我们在读奔草经之前 前面神龙奔草经 前面有告诉大家 好 这个你要干淡顺利 心肝发散 酸苦永泄 好 心肝 如何分阴阳 好 酸苦永泄 好 心肝发散 好 那你就 你就知道 这个酸苦永泄是阴 当你写的药性 它就写白曹是胃酸 好 那个黄年是苦味 好 这个你就可以分出来 这个都是阴药 好 神龙奔草经里面 是可以把阴阳分出来的 对 那苦味的药 我们知道入心 所以你知道入心的话 比如说白曹是酸味 明明苦味是入心 你开心脏的药 你就会开到黄年 对 对不对 你就会开到白曹 对 你这样了解 为什么 明白 如果说我们遇到 病人是同时是因为 血液脚是冷的 血没有办法回到心脏里面 我们才会加回酸味的药 因为酸主酸收 所以就把黄年跟白曹 开在一起 这样你会挑 所以你当药性很熟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它是中国传统 五千年下来 刚讲 神龙本草经 OK 所以你要读神龙本草经 一定要读它的药性 它写得很清楚在里面 那神龙本草经里面提到了 这个药物 它是辅食可得的 到处都有 因为太便宜 所以反而可能 影响了它的这个价值 对 大家认为药太健 认为便宜的药 可以治病吗 当然诸多原因 这我刚刚讲的 关于神龙本草经 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神龙本草经很久远了 神龙寺传下来的吗 对吧 那么有没有什么一些 历代的一家 对他的注视的版本 是比较好的 应该 我个人的想法 应该要去看原文 原文 最好 因为真正的原文 是最经典的 所以如果去读原文 你意会 真的能够 玩味出来里面的药性以后 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那很多朋友 这个古文地址 实在是没有那么好吗 那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看一些 我相信市面上的所有 有关于神龙本草经的注解 都可以去看 因为他一定有他的常数在那里 对对对 但是最后还是要归到 看原文 对看原文 你很强调这个经典的原文 对 经典的原文是 算是经典之作 原文就是最好的经典之作 你没有办法增减一字的 拿增个字进去也不对 拿掉个字也不对 它是一个 所以让你 大家能够议会 能够体会到 才真的能够体会到 才真正属于你的 对 好 这个关于神龙本草经 第三个你就觉得 应该读黄帝内 黄帝内经 当你有了针灸的基础 有了药物的基础 这个时候你去看黄帝内经 你会发现到 黄帝内经为什么讲寒热讲什么 光是你看黄帝内经 大家在读黄帝内经经典的东西 在这个生理 人的生理解剖学 病理学的时候 看起来黄帝内经 它章节很多 文字很多 黄帝内经来说 在这几种书里面 算是比较厚的 原文是比较厚的 对 文书素问 对 文书素问 那我们在看黄帝内经的时候 一般来说都是看文字 就文字上是找解释 那我跟各位听众 讲一下这个 我看黄帝内经怎么看的 你看我拿到黄帝内经 是个拿到书在看 实际上我在读一张图 它的文字陈述是一个图 你看那个图的时候 整个身体都开始动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 活活的人的 里面身体的运转的方向 所以诸位读黄帝内经的时候 看起来表面上是文字 你在读文字 实际上你要把它当成图 在读 就好像一个唐宝虎的 一个山水画 谁都画得很好 但是在读图 读图的话 解释就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画一个图 有的人看到说 这个画家在画这幅图的时候 当时心情一定是很沮丧的 这个画家在画这个图 信心是很开朗的 因为图嘛 所以意想的空间 这个就意念 就想象的空间会比较大 可视觉化 对 可视觉化 这个时候你只需去领悟这幅图 当你领悟出来后 这个图就是你的 所以我非常 我个人非常非常佩服 这皇帝内经的写下来的 皇帝和齐伯中间的对话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经典制作 真的是伟大 它不是文字可以形容 它根本就已经到了艺术的阶段 是个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这样相识相可的关系 对 藉由文字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图景 对 从这个全新图景 你自己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图景里面 去感受它 对 那你没有针究的基础 没有神龙奔少的基础 你看皇帝内经 根本就是在 在这个 看字 看字 看五日天书一样 你看不懂的 但是你有针究很好的基础 有神龙奔少的基础 的话 你把皇帝内经读得很透的话 实际上你自己就会 你不用看上汉经贵 你开出来就贵之党 开出来就马王党 就已经到周杰了 所以当你皇帝内经 非常了解以后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 商寒论 金贵 你一看就知道张忠敬 为什么这样子 好 那从难经的这个针究 到这个 神龙奔少经 再到那个皇帝内经 第四部 对 第四部是商寒论 商寒论呢 在过去很多医家 在商寒论上面 大家都批判说 张忠敬的针究不是很好 但是他用六经辩证 所以我们打开 第一篇是太阳阵 第二篇少阳阵 第三篇阳明阵 太阳阳明 少阳阳明 然后后来是 然后再变成太阴 少阴 绝阴 认为你这样子编了以后 你六经传经的话 比如太阳阵没有好的话 传少阳传阳明 传太阴 传少阴 传绝阴 你用六经来传变的话 太笼统了 因为张忠敬 你并不是很了解六经 因为我们在针究上面看的时候 有的时候并不是太阳 并不是太阳 阳明经上面 那你怎么可以用经来定论呢 阳明 阻阳明 胃经是在我们的身体前面 因为有的人脚 阻太阳膀胱经 在我们脚后背上面 那有的人 他一开始就是脚前面痛 脚后面没有痛 你说张忠敬 你错了 你看这个人并开始 就是在阳明经上面 并不是在太阳经上面 有了一家呢 就用这个来攻击张忠敬 认为六经辩证 这个太笼统 你不是针究很强 张忠敬 的确针究不强 但是对 他的确他这个针究 跟我们现在比起来 我说不要说是我 我们中国大陆 很多针究比他好 真的 可是我读了 张忠敬经贵的 张忠敬以后 我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子 张忠敬 还必须要用 太阳 少阳 阳明 这种方式 来陈述疾病的传变 这个太阳 不能说只是 足太阳膀胱经 或手太阳小长经 而是太阳是足表 太阳能够晒到的地方 通通可以看到 所以你跑一圈出来 你身上被太阳晒到的地方 通通是属于太阳 而不是说只限于一个经络上面 足太阳膀胱经 或手太阳小长经上面 那你太阳受病的时候 病在表 当你表没有解掉以后 这样伤寒就有顺序了 你不知道如何 比如我们太阳 一开始有三个方式 太阳中风 太阳伤寒 和太阳温病 太阳中风的话是 我们用柜子汤 去风 太阳伤寒 伤月寒的话是麻黄汤 太阳温病是葛根汤 那你如果解表 你的方法不对 没有用到经方来解表 你用一般的食方 开一些经戒 防松 这种对我来说是 刷牙漱口的药 那你吃下去 不会冒汗 汗也流不出来 那这种来解表 解不掉表 没有办法表证解掉 病就会传 当病传的时候 往里传的时候 有两种可能在后面 第一个传到阳明上面 这个阳明症这一篇 并不是指的是 光是指的是 守阳明大肠经 阳明未经 它是指腹 就是说 你这个病 进入阳明的时候 跑到肠胃里面去的时候 它就待在肠胃里面 它不会再进入内脏里面 最多 最远的地方 就是到达阳明 然后到达腹 但是你另外一种病 我们讲的可能就西医 讲的病毒 那这个病毒如果是 没有进入阳明 某种原因 没有进入阳明 好 比如跑到少阳里面去了 少阳呢 就是在我们 你不能把少阳定义成 啊 足少阳胆经 足少阳 那个手少阳三胶经 少阳呢 是属于 介于门书 我们在皇帝列经 关门 门关来关去 那个中间 那个轴 那个轮轴 是那个 那个是少阳 这是主开合的 所以身体上 开合的地方 通常是归少阳的位置 好 比如说那内脏 有开有合 脂肪有开有合 好 那皮肤有开有合 肌肉也有开有合 比如说你运动 开合啊 好 那脏腹会开合 才能循环嘛 好 那你包括你血管管壁 里面有 有那个血管里面 有那个 蛋膜 好 开合 让血管 没有开合的话 你血液会倒流啊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您是呢 就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讲到这个六金变柱的问题 也讲到少阳的问题 关于什么叫六金呢 很多朋友都听过 但是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想呢 这个您是呢 把这个少阳讲完之后 跟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六金 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你先讲少阳 少阳当病进入少阳的时候 我刚刚解释 太阳先得病 得病没有治疗好 就进入阳明 就两个种可能 阳明或者是少阳 进入阳明就到此为止 所以你常常听到病人有便秘 有时候病人三四十年 他还是有一个便秘 还不会死人的 因为进入阳明 我们在京当家 在上堂里面讲 阳明无死症 得了阳明不会死的 没有死症的阳明 那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你病毒进入少阳 进入少阳以后 他在丈夫之间 所有的学校 一直游走 所以开河的地方都有他 如果在少阳没有解 比如我们少阳的 和解的药是小财富汤 那你不知道 用小财富汤 那病就传进了 传到内障去 首先进去就是脾阴 朱太阴 我们六经里面 当我们讲那个是太阴的时候 不见得是单单代表是 朱太阴脾阴 或者是守太阴 肺经 像瘟病 一般的瘟病 瘟病家认为说病一进来 就是肺 上肝 第一个就是瘟血 就是上肺 中医是认为是在表 这个经方认为在表 系统想法就不一样 当你进入到脾阴症的时候 就进入内障了 内障了 包括了我们的脾经 肺经都在内 这个是代表 这个内障 我们不能说是在 逐太阴脾的经络 而是在脾障和肺障上面 对 那脾障可能影响到 你的胃口不好 或者是腹满 脏满 那肺里面有咳嗽 一些气喘 胸满 好 这种现象 那如果都没有好 这病要更往里面走 走到 好 哨音 哨音的时候 很有心和肾的教练 那哨音如果说 再没有办法治疗 就进入绝阴 所以诸位打开 绝阴来呢 绝阴就是讲肝 肝的 那个 那个 逐血因肝 好 肝脏 讲到内经的脏 还有一个就是 绝阴的心包 那你如果说走到最 所以中医认为说 人体最里面的脏 是肝脏 那以我们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现在讲的 那个 西行肝炎 那西行肝炎 实际上在临床上 我在治疗的时候 我在治疗他 西行肝炎 一次治疗 他会到 他会出现 他会 症状会从 绝阴的症状 跑到 哨音的症状 跑到 太阴的症状 然后跑到 哨王的症状 最后结束的时候 治疗他是 柜子状解约 所以我从临床上 可以看到 是 这个西行肝炎 实际上是感冒 病毒引起的 一直往身体里面走 你没有把他挡住 他停留在肝脏里面 好像很多的肝炎 是感冒引起的 对 不是 我讲的是西肝 OK 那很多的肝炎 真的是我们的 血液传染 肝炎 那当我们看到 六经的传变 我们先假设 张宗敬是对的 对 这个科学家的态度 求治学问 要这样子 你不能说 我不懂 我讨厌中医 张宗敬是混蛋 怎么可以否定的 假设他是对的 我们回头看临床 临床上 也的确看到 病就是从 往里走 然后不但往里走 我们的治疗的方向 是对的 按照 按照伤痕论来处方的时候 病会回头 本来是少阴症 就吃了药以后 变成少阳症 少阳症以后 变太阳症 好了 所以传经的方向 是来回的 不是直往里面走 不会往坏 回头走 除非你用错药 为什么我们战成 说用伤痕金贵的金方 因为 现在看起来 唯有金方 可以阻止病 再进 比如说你病得到了少阴 赶快阻止 不阻止 他就进入决婴 那这个 这个阅段的时候 我们所谓六经的 那我们开着少阴症的药 有少阴症的药 开在里面 可是一般的十方 你们就看不到 少阴症的药 那到了决婴之后 怎么办呢 到了决婴 还是要赶快动手 到决婴的话 十之八九 都是死症 都是因死了 都是死症 那很多什么 什么 这个守株造劳 折死啊 讲这个伤症里面 讲的都是很多条片 就是 哪些症状会死 就是里面 实际上已经长 这变成阴时了 所以我们要在 结病在太阳的话 如果一感冒 我们就开始出手 我们用太阳片的药 那个伤症论里面 六经的变症里面 太阳片里面的药 如果一开始在太阳的话 我们就开始入宿解疗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 绝阴症出现 也就是说 不会有阴时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说摆病 疯之事 所有的病都开始来自疯 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头看 我们的 这个皇帝已经讲了 摆病疯之事 讲的东西 它是对的 因为 开始就是 上海的人讲的 太阳症 所以我们在太阳症的时候 就要把病解决掉 因为不会传经 所以回头我刚刚讲 当我们看到这个病 我们才知道 刚开始就是疯寒感冒 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西医的学的角度来看 免疫系统很强的人 他不容易得到癌症 那一般来说得到癌症 就是免疫系统不行了 才会得到癌症 西医也是这样讲 可是你以免疫系统 如何增强呢 因为免疫系统 他刚开始就是感冒 结果中医的 我们是经常的 感冒就把你治好了 有时一剂 我们比如说 有时候六万岁煮两碗 第二碗都不要喝 第一碗喝完就好了 有时候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好了 最长是隔夜就好了 那那么快效果 那么快的恢复的速度之下 这个药又不伤到正气 所谓药不伤正气 就不会影响到 你身体的抵抗力的问题 所以吃完中药以后 你不单单是感冒没了 你的抵抗力会增强很多 所以长期吃感冒 久感冒 就是吃中药来解表的 整个治疗感冒的人 根本就按照 中医的经常这个理论来 范畴来看的话 是不会得到癌症的 因为抵抗力 比如说感冒都不会得到 那我听说有些人是 平常也不怎么得病 一得病就是癌症的 对 平常有病 但是你看到片段的 他不知道他有病 他的症状已经出现了 早已有症状 但是他因为他的年轻 或者是他的企图性的旺盛 他正在做事业 他的意志力 人是靠意志的 意志力很强 虽然意志非常的强 他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赚钱 他事业非常的顺 然后家里面非常河路 他就不会想到 身体有病的问题 那等到事业 做了一个阶段以后 他身体的病 已经变得很恶劣了 所以他有时候失眠 他每天失眠 他不晓得是病 他以为是工作太劳励 或者他有太多事情 事情困扰他 或者他有笔定单 没有接到 如何去处理的问题 他以为他在担心 这些事情睡不着 所以人是很妙的 所以诸位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记得我讲到 六大健康的症状 这就可以提醒预防 很多事情的发生 那所以我们要 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刚才讲到 这个读书的话 要读到这个三函 但是我想重新补一下课 因为很多朋友 都不知道什么叫六经变症 什么叫六经 六经是什么 跟我们身上的经络 也是一个经 那这个经到底是什么呢 对 这个六经变症 我们不能用太阳 读太阳膀胱筋 或者是 守太阳的小长筋 太阳症的时候代表 病在表 病在表的时候 有几种症状 可以知道病在表 比如说 我们无汗 全身肌肉痠痛 骨结痠痛 我们所谓 为什么要强调无汗 因为你毛孔闭锁到了 不是毛孔都在皮肤表面 当你毛孔闭锁掉了 不能流汗了 结果很多的汗液 要走不出来 要走皮肤脏 本来应该走毛孔出来 没有办法出来 结果回流 回流了以后 因为毛孔锁住了 等于是说气孔不通了 气孔不通 水会滞留在身上肌肉上面 这个水应该是在身上循环的 这个水因为表寒受到 因为感受到风寒 受到寒 所以皮肤脏孔收入 造成这个水 在肌肉里面 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 就是肌肉痠痛了 如果到了骨结 没办法 骨结就痠痛了 所以变成无汗 恶寒 怕冷 因为那个水 没有办法气化 我们像我不怕冷 为什么 水是气化的 当你水没办法气化 停在肌肉里面 变成寒水 就是冷水 冷水的话 在肌肉里面 关键的话 就是恶寒怕冷 这种是表证 还有一些 另外一种表证 比如说 就是我讲的是 这个伤于寒 伤于寒的症状 并不见得说 一定在北方 在温南方 在浙江 在这个广西 广东 福建 台湾 生活在佛罗达 我都看在佛罗达 那么少的地方 我就看到 变成会有恶寒的现象 我认为是一种 传染性的感冒 这一种感冒的病毒 会造成这个症状 而不是因为当地的气候 造成这种症状 还是病毒 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 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呢 这个 您是能跟我们讲到 这个六经里面的 第一层经呢 就是太阳经 太阳经呢 很多人都以为 太阳经就是膀胱 是吧 熟太阳膀胱经嘛 对不对 但其实呢 您讲到这个 所谓的太阳经呢 并不是指这两条经 对 它这个症状 一个表症 它是一个体系 一个体系 对 这些症状都列为表症 我刚刚讲的是太阳伤害 太阳中风呢 就是太阳中风的症状 是贵之汤 它的症状是有汗 恶风 就是风吹到你 你感觉风吹得很难过 想躲开来的感觉 就是恶风 那贵之汤会有表症 会有流一些汗出来 所谓有汗就是说 这个汗不是你 因为运动而流出来 而你会有一点点 出汗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贵之汤 这种症状呢 可能是 另外一种感冒病毒 造成你这种现象 那另外一种 比如表症 就是太阳片里面 三大的表症 第三个就是太阳温病 很多南派的温病派 说这个伤患论 伤患家没有温病的方子 所以遇到南派的温热的病 治不好 实际上你错了 这个太阳温病 太阳张总体有出温病的方子 讲的就是葛根汤 那葛根汤 向强 后向强 积积燃 为什么葛根汤症 这个小朋友最多 小孩子在外面 冬天在外面玩 或者夏天在外面玩 玩的时候 跑到全身都是汗 这个时候受到风寒 或者是在流汗的汗 跳到水里面去 好 结果受到风寒 在病 这个小孩子 这个病人在 得到感冒的时候是 经验丧失的状态之下 得到感冒 所以他身体里面温热 太热了 流汗 这时候得到感冒 就这个感冒 整个这个 这个所有的水 锁在橡背的地方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葛根汤来把它发表 好 那这些都属于 太阳表症的症状 就葛文人 我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太阳表症 就是在最表层 出现的这个身体状况 对 第一层防御系统 对 受到侵害了 对 这就是太阳 很正确 对 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我刚跟各位听众报告过 就是 就是有两种可能 一个人进入阳明 一种是进入造谣 对 进入阳明的话 引起肠胃的不适 甚至于便秘 好 有的人会下痢 好 有的人会拉肚子 拉肚子 所以呢 我们有些像陈七汤 好 大陈七小陈七 调味陈七啊 好 有些谢心汤 好 那五个谢心汤 好 都可以治疗肠胃的问题 那 但是病如果进了阳明的话 就是没有实证 我刚跟大家 拉肚子就好了 对 我们很好治疗 就是肠胃的问题 那进入少阳的时候 这少阳的话 由于全身开合的地方 比如说 你我刚刚前面讲 每一个月月经来 好 那你 月经到了 这到了 一个月到了以后 这个奶水会进入到子宫里面 那子宫就开合打开来 就月经从阴部就排出来 这是开合吗 好 所以子宫 任何地方都有开合 那 当你 这个病毒 在表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 或者是已经耽误了治疗治病的时期 然后或者是前面的医生 不晓得用这个表药 有截表 那病跑到少阳里面的时候 病人产生的现象 就是往来寒热 就是忽冷忽热的现象 而且肩带有恶心的现象 如果你往来寒热忽冷忽热 但是没有恶心 你病还在太阳 好 病还在太阳 那如果说 你有恶心的现象 往来寒热的现象 这个病就走到少阳了 那为什么恶心就会表示到少阳了 恶心呢 因为当你如果在山胶里面走的时候 这个寒水呢 就我刚刚讲 水停在表面上肌肉上造成痛 那病进入少阳的时候 这个水就跑到山胶系统里面 山胶系统里面是非常热的水 而且有油脂在里面 好 那冷水一进来的话 就顺着山胶跑 那跑到肠胃 最明显的 因为我们的两热的这个地方 是最大的山胶集会的地方 什么叫山胶吗 山胶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 我们的那种肥油 脏腑之间有肥油 然后我们的淋巴系统都属于山胶 那凉热之间是很大的一个交汇的地方 所以你常常听到人家脂肪肝有没有 因为脂肪很多 这都是属于山胶 好 那当你水聚集到凉热中间的时候 这个水会把胃包住 会给胃压力 那为了蠕动受到压力的话 就吃不下东西就恶心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一看 你恶心 好 我们知道你病的少阳 而不宜往来寒热 因为有的时候太阳表震的时候 你知道病人在表上 病人体力很好 他不会受到真正像出现麻黄症症 或者贵子汤症 他出现忽冷忽热 他体力很好 他赢了 排出汗来 他就觉得热了 他输了 那个病毒要清回来 他就觉得冷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贵子麻黄各半汤 各加一半 或者贵子二麻黄一 好 含比较多 恶比较少 我们贵子二麻黄一 有时候是贵子一麻黄二 好 或者贵子麻黄各半汤 就看他的寒热的多少 但是往来寒热的现象 只要进入少阳 一定会出现恶心的现象 那我们就会用少阳 就是所谓的 就是从太阳到 分别到少阳会扬名 对 那如果都没有拦住 就前面三个防御系统 都没有拦住 到第四个防御系统 到第四个进入 我们进入我们内脏的 内脏 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的处理 对西伊德来说 在进入内脏的时候 刚开始进入我们的皮 他皮啊肺啊 他并不了解 他没有办法查到 他一定要找到绝音的时候 才查到 那刚开始进入皮肤的话 你可能胃口不好 或者是常常咳嗽 平常没事就咳嗽 睡眠就会有点影响了 那这个腹部会比较大 少腹会比较大 那里面的丝会比较胜一点 那这个时候 病人我们就已经开始治疗了 那病人比较容易疲劳倦怠 那皮组四肢组肌肉 那以前可以步行 可以登山 现在觉得四肢肌肉不好 比较厉害 这个时候或者呼吸比较不好 或者是慢性的咳嗽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动手了 那如果说 在这个时候动手 我们处方很多 对 在太阳美好的话 进入哨音 哨音最明显的症状呢 就是淡愚昧 所谓淡愚昧就是 睡不够 一天睡了十二个小时 起来还是很累 这个 然后这个随时呢 就是随时都想睡觉了 这个最明显 那有的人呢 大便就延后 比如说我们看烧音症 烧音症那时候 小便是白的 因为里面是寒症 小便是白的 同样是便秘 小便是黄的 所以小便是黄的 我们知道是病在府 就在阳明镇 那我们就会处方 问病人小便 比如一个便秘 我们不用摸他的脉 我们就说 你小便是什么颜色 黄色 深黄色 我们就知道 它是陈其当 病在阳明 如果小便是白色 好 便秘 我们知道病在哨音 哨音就是寒嘛 里面没有东西 没有蠕动 所以阳明症 我们可以知道 是肠胃里面 筋液干掉了 很热 所以小便是黄的 因为筋液没了嘛 太热 就好像你汤煮过 一个小时 跟煮五个小时 汤的浓稠度就不一样 对 那哨音症呢 它是没有蠕动 小肠大肠 没有蠕动 根本停在那边 所以东西累积在里面 根本没有动 没有热能 所以小便是出来 清白的嘛 你从小便的颜色 你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是用 大哨音症的处方 还是用阳明症的处方 这时候就可以治疗病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身体的结构 真的解破 然后最后黄定的已经了解 这样子才有办法 正确的处方 哨音下来之后就是 绝音 绝音进去的话 寒热就分明了 我们正常的 我刚刚跟各位听众讲 正常人呢 常年感觉到 头面身体是冷的 手脚是热的 但是你进入绝音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所以我们正常人是 上面是寒的 下面是热的 对 那不正常的人呢 它上面是热的 下面是冷的 哦 脚又冷的 满脸暗疮 对啊 然后 有什么人满脸 好 这个上面是冷 热的 好 这是绝音症 很热 趋明 很分明 明白了 所以你如果证药非常了解 你辨证正确的话 你诊断怎么会错误呢 那你诊断不会错误的话 那你从这个药性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头看药 一看我们知道 去热药最好的药 在本草钢部里面 用的是石膏 那去寒的药 最好的是泡腹脂 那石膏跟腹脂 在一般的医生来说的话 想到跟石膏跟腹脂 一个是含一个是 两个是极端相反的 对不对 那我们经方不是这样想 一个是羊药 腹脂也是羊药 腹脂从田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切开来看 里面跟水泥一样 是白色的 所以腹脂跟石膏 是可以用在一个煮方里面的 好 那我们用腹脂跟石膏用在一起 好 像盖部汤 跟 比如我们蒸部汤 或者什么 那很猛 对 用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煮完啊 六碗是煮两碗了 煮完的时候 我们医生是希望 石膏到肺上面去 到上去 把上面的热去掉 腹脂把下面的寒去掉 那它怎么去掉呢 对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对 可是药会不会那么听话 对 病人在喝药的时候 上面是热的 对 上面是热的 你喝热的汤 又喝了吐掉 因为热 碰到热嘛 对 那药不会那么听话 所以我们就很技巧的 告诉病人 煮完这个汤药 你这个汤药 必须要等到很冷的时候 再喝 冷的时候 你病人拿起来喝的时候 上焦是热的 以为喝到是冷的 到了胃里面去的话 发现到里面有父子 已经太慢了 好 就石膏就往上走 父子往下降走 一次下去 还在一起去 真的是这个打仗 这开放真是打仗 对 像有谋略的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 中医泰美 中国文化泰美 刚才 尼斯跟我们讲的 《三寒杂病论》这本书 然后最后 再讲讲金贵 我们都知道 其实金贵 是从《三寒杂病论》里面 杂病那部分切出来 对 是这样吗 对 那这个金贵 和《三寒》有什么区别 就是《三寒》和杂病 这两种有什么不同 很好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如果看《三寒论》的时候 就是一个整体 对 一个疾病的演变 对 那金贵是所谓杂病论 金贵就是分开来 分张 这一篇专门讨论心脏病 这一篇专门讨论肺病 这一篇专门讨论肺病 这一篇专门讨论水肿 这一篇专门讨论风湿关节炎 他把它杂病分开来了 所以说你刚刚看的《三寒》 只是整体的 看的好像一个很有序列的过程 对 它非常有系统 所以张中锦是 主真的是医生 他整体化解决以后 同时后面金贵来来 就是杂病 所有的病痛都列在里面 他把它分张分解 后面有妇科 妇人科 妇人科里面又分成产前 还有不孕症 产后 还有更年期怎么处理 还有怀孕的十个月怎么处理 怀孕十个月中间 有恶心 呕吐 变成怀孕的糖尿病 怀孕的时候 写一种小便不利 他通常有方子 有那么详细的东西 张中锦能够整理出来 你说他是不是医生 我先讲 你觉得很有趣 对 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过 没有先充测的了解 针灸 没有透彻的了解 神龙奔草间 没有透彻的了解 皇帝 你上汉金贵没有办法读通 所以我在我的人地里面 我一刚开始教的时候 先教针灸 再来教就是神龙奔草间 再教的就是皇帝 再来最后才是上汉跟金贵 好 那周围的新兴学子 目前在各大中医学院 读书的大学生们 社会上 这个有新兴的 爱好者们 我希望呢 如果你们要研究中医 先研究针灸 针灸熟了 再就按照这个步骤来 你不能说 不要 我就要研究上汉金贵 你不会用药 你没有办法透彻的了解 甚至于加减 你都会有问题 好 都会有问题 那中国大陆非常 你绝对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来找我联想 我也没有建议 你要买我人机 民间还有宗教大学里面 有非常多的高手在里面 好 就像我数位蒙面的黄黄 他就是很好的金方家 好 那我跟我很熟的 刘立宏 刘教授 好像什么孔乐凯 都是一方的知足 好 你们这边读书 好 这个环境非常的好 好 今天只是 我有缘嘛 好 我比较运气比较好 你有机会 跟我们梁东主持人 在这里说话 大家听听 我感谢 我感谢 好 那真的是 这个很荣幸 好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 我只是金方的 好 这个金方家 千百千百个金方家 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各大中医学 一定有很多的 好的人才 所以大家应该 集市广义 在中医大学里面 读的时候 应该是中医为主 这就是你们 刚刚听完我 简单讲一些 就知道为什么 我讲中医为主 西医可以为主 比如说你有尿酸 西医查你尿酸高不高 好 就知道你有没有痛风 那吃完中药以后 西医说可以查 你尿酸变得很低 你吃了什么 尿酸变得那么低 这就是证明 西医的证明 可以证明你尿酸好了 那对中医来说 我也可以证明 你去吃个火锅汤 你喝完火锅汤 你喝两碗看看 痛不痛 喝酒 啤酒看看痛不痛 以前喝火锅汤 喝啤酒下去 马上就很凝 马上20分钟 或者晚上 像当场晚上就发痛风 你再喝喝看 它还有没有 没有的就好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 这个一定要去做尿酸的检验 但是你要做尿酸变 也可以 所以应该是中医为主 西医为辅 这个老师用了 本来他有一个课程 叫人记 是将近250个小时的课程 他用一个小时 把它拿来打通 其实的确 有一点太过精神飙车 不过没关系 幸好现在有所谓的MP3 大家录下来之后 反复听 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有帮助的 我是觉得说 你把这一个小时的课程听懂了 基本上来说 可以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它也是一个入门的法则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问一个 关于中医的 长久以来 大家都没有办法讨论 讲清楚的话题 就是什么是经络 经络是这样子 我们用个橘子 大家把橘子皮一拨开 里面很多白白的一丝一丝 橘落 橘落 人身上有橘落 就好像橘子有橘落一样 没有这个橘落 它皮和肉之间缺乏了沟通的系统 所以有筋有落 身体才能够运化 才能够运作 如果没有筋落 光是比如说 我举个例给你听 我们主持人的问题非常的好 比如说手太阴肺筋 在我们大拇指上面 对啊 手摇一面大肠筋 在二拇指 中指啊 心刀筋啊 小肠筋啊 心筋啊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 如果你是念过琴拿术 或念过中国的武术 我们去抓一个人的手的时候 我们利用大的力量 去抵小的力量 好 所以我们用大拇指 我们这个五个指头里面 大拇指的力量最强 对 小拇指的力量最弱 对 所以当你用手去抓对方手的时候 用大拇指去抵抗他的小拇指 那对方的大拇指是最强 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用你四个指头的力量 来抓到他大拇指 所以你四个指头加在一起的力量 会超越过他一个大拇指的力量 那你的大拇指的最有力的抵抗 他最小的 这样子整个把手抓住 逃都逃不了 好 那这个就请拿 这田鸡赛马 这个我讲这个道理的原因就是 手描冥大肠筋 在持指上面 手太阴肺筋 在大拇指上面 所以肺本身就好像空隙压缩机一样 所以看到我们的工具 在修车上的工具 一般的电动工具的力量 跟气动工具的力量不一样 气动的 气动非常的强 所以肺里面 天上的人 身上的肺 是很大的呼吸器官 他除了管呼吸以外 他的力量出来很大 所以胸是 这个肺 这个胸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手五个指头里面 大拇指对力量最强 好 但如果没有手太阴肺筋 没有这个筋络 没有这条筋 肺就是肺 大拇指就是大拇指 你就撕掉这个功能 有时候有筋络 才能够把肺的力量 运行到大拇指上面去 好 筋 那所谓的络 就是筋和筋之间 筋和筋之间 是比如说两条平行的 它没有交结 没有交结的话 互相不能通 这个讯息 没有办法沟通 那我们五个手指头 我们可以随意 我们这样的变动 随意我们变动 到现在科技再发达 也没有办法做出一只 像我们人类 这个手万能的双手 没有办法做出来 好 代表我们人 还是超越科技 科技还是不如我们的人 好 但我们手这样动 能够这样子 轻微我们指挥 能够这样动 是因为 我们终于要落连到 所以才能够互相 搭配 互相合作 你如果没有这个落连到 五个指头 各施其事 你抓不住东西 你也没有办法做事情 没办法写字 甚至于吃饭 拿筷子都有问题 所以所谓 我们要联络 我们常常导致联络一下 为什么叫落 就是这个落 对 那这个道理我明白 但是说因为 很多人也都说 这个经络是看不见的 不像一个菊落 你把会真的有白白历程 那这个看不见的东西 怎么样又如何 被大家发现的 这个实际上 所谓的看不见 是因为 你这个讲这句话 看不见的人 他的生理解剖学是从尸体上面看到的 所以西医的解剖学是死人上面切的 人都死掉了 你怎么看到水的气化 好 所以在活人身上才看到 可是活人身上你真的是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是水的水道 水的道路一样 他是水气道 水气道 水的气道 打坐练功夫的人 会感觉到 会感觉到经络 他会知道这个气血 这个气 会顺着经络在走 他可以感觉到 因为他在极端的安静的环境之下 人心 他的心里到了极静之下 已经没有什么七情六欲了 好 他这个 然后同时呢 他耳朵已经听不到外界所有的声音 他极端的完全的内视 从里面看 就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认为最早出来 知道经络的人一定是武功很高的 或是念大作的 现在很多的 念功夫 念气的人 他可以感受到经络 可以写出内脏的经络的心意 就是因为他功夫底子很深 那他再把它记录下来 每一代 历代就记来 很多历代 除了很多大师 记录很多 好 这个 所以看实际上是有 而是 解脱学是死人的 好 而是生人 活的人可以很清楚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我听说传说中有个所谓的阿四穴 是吧 对 那这个阿四穴呢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阿四穴 就最早从生死鸟 生死鸟开始有这阿四穴 现在很多的医生呢 就比如说背痛 阿四哪边就咋了 阿阿四穴 这里痛我就咋这里 他们误解了阿四穴的意思 好 那你如果是个背痛 一块的地方痛 你阿阿 你这样压的时候 病人都很多地方痛 你压病人 阿阿阿四穴 就是阿四 他就在这里砸针 就一个背痛 如果是一个区块 都有背痛的话 一个屁股上 一个治疗个背痛 屁股上就砸了三四十针 好像刺猬一样 好 实际上阿四穴是要怎么取 比如说我们的背 然后腰背尾中球 这针究里面 腰背的问题是尾中为主 尾中那个胸穴道 尾中穴道在我们后腿的 那个膝盖的后面 如果说在尾中以下 腰背以下 就腰背痛以下 在尾椎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痛的位置不一样 你在尾中穴以下的地方 去按压他 当你按到到有痛点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背痛 在这里可以治好 所以你不一定要按照 足太阳膀胱镜的穴道 或者圣经的穴道来砸 你直接砸那个痛点 这就是阿四穴 真正的阿四穴是圆曲穴 并不是静曲穴 还有一种阿四穴呢 比如说我们耳朵 我们有中医的耳针 你如果把耳朵 倒过来看 耳朵的形状 就像个小baby 一个小婴儿 耳垂的地方是婴儿的头 他的脊椎骨 两个腿啊 内脏 那我们如果说用碳针 我们要查病人的心脏 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心脏的点压的时候 比如说阿四穴 就代表 就在阿四穴 代表病人的确心脏有问题 如果病人 我们要确定 他没有肾觉水 在肾的点上面按 或者是 他是子宫肿瘤 卵巢有没有肿瘤 我们可以在阿四穴 在耳朵上面的穴位上面按 病人在那 有那个病的话 在那个穴道上就会痛 好 就好像我前面讲的 血癌是第六锥 红白血浪上是第五锥 那你压到第五锥 压下去 阿四穴 已经证明我是有 红白血浪上 第六锥的时候 阿四穴 我去试语 这个血癌 所以这阿四穴 要广义的来看 而不是说 鸭板马里头 扎马里 现在就狭义的变成这样 用的最多历史上的 历史上用的最多的 就是孙十秒 就从孙十秒开始 是的 感谢医师 今天又帮我们再提福灌顶一次 其实呢 我真的是觉得说 如果有朝一日 有一个机会 能够有一个大的课程 有很多的朋友 也可以呢 各自提问题 然后呢 像尼斯提问 然后呢 统一解决问题的话 那一定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百度贴吧 到梁东的吧 或者是国学堂吧里面呢 把你的问题 集中提下来 然后呢 我们会把它汇聚之后呢 请尼斯给我们回答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还有 我也很希望能够拜会 大陆各界的中医业的人士 是是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有心 把中医的发行起来 这个也非常多的金方家 我真的无所谓 温病和金方 我相信大家的出发点 就是善意的 不是要当个医生 但是我们要好的东西 我们要去 好 把它研究发扬得更好 我相信我做的工作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以后的发展 真的要靠大家 共同心协力 要大家群继群力 我们才有办法 好 真的把它发展得很好 发展得很好 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 而是我们以后 世世代代 万千的中华 盐黄子孙的得利 他得利的是他们 是我们后代的子孙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李老师 谢谢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ww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